对着镜头比出胜利首饰还送上飞吻 极右派的意大利兄弟党领袖梅洛尼宣布赢得大选 成为意大利第一位女总理 梅洛尼的兄弟党本次拿下约26%的选票 与2018年4%的得票率相比可以说是大幅度要深 而梅洛尼的执政联盟还包含了塞尔维尼领导的极右翼北方联盟 与前总理贝鲁斯科尼领导的中右翼意大利前进党 本次共夺下约45%的选票 是意大利自二战独裁者莫索里尼倒台以来最右翼的政府 极右派的梅洛尼将意大利的毒品、性犯罪、黑手党等问题归咎于左翼 而其实不止意大利包括匈牙利、波兰和瑞典接连有右翼势力崛起 因为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能源通膨危机名不聊生 也让猜忌欧盟反北约的情绪在欧陆持续蔓延 扬言欧盟有许多工具可以应付崛起的右派 让欧洲国家质疑欧盟干涉内政 有欧盟官员向路透表示 游行意大利的新政府将影响欧盟对抗通膨计划 德国明星周刊更称梅洛尼是全欧洲最危险的女人 现年85岁的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先前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丁是因为北约东扩被迫入侵乌克兰 而萨尔维尼则是公开质疑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 北方联盟与意大利前进党都与普丁有着密切联系 政争摇摇无奇经济民生问题接连而来 欧洲各地右派势力崛起正式对欧盟决策的反弹 记者蔡新城报导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